2014年踏入房地产行业 第一年屡屡壮板 年收入只有四位数 后来摸索到行业技巧 5到6年之后就成功月入百万 2015年接手Cornerstone Estate 通过经验累积和系统资源整合 致力帮助更多的agent 避免走上自己走过的冤网路 能够更快速地迈向成功 常常听到这样的很激励的故事 就是某某某 又某某某是靠着这个房地产行业 赚取了他们的人生中地统金 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那么容易在房地产行业赚取地统金吗 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 Cornerstone Estate董事经理Mr. Wong 看看这个情况是如何的 Mr. Wong你好 你好 靳川你好 那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在房地产行业 赚取人生的地统金呢 对我来讲 我刚要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听周边的人说 进入行地产要赚地统金不难 是 当我真正踏进去的时候 才发现到 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一样 那你觉得 那个落差在哪里 我刚刚踏入这个房地产 大概是2005年 在这之前呢 我也是从事一些F&B 开了一间咖啡在丹曼顿 哦 蛤 两年的努力 再加上本身对这个餐饮业的兴趣不是很高 所以经营不当 是 所以你知道啦 生意失败了 也亏损了二十几万 跟家里人一起亏损了二十几万 对 可是那当时为什么会去进军这个餐饮业呢 因为我之前是在美国留学 也是在那边做了好几年的工 是 然后回来也是想 创业 创一番事业嘛 OK 不要再跟他打工了 是 所以就跟家里人组织了这个公司做餐饮业 那时在美国是因为念书继续留在那边工作吗 对 念书然后去下面留工作 那什么原因让你回来马来西亚 太过舒适了 舒适 对啊 你发现到人生好像没有了目标 所以如果我在继续那边的时候 我就永远就是普普通通过一次生 可是就是 就是想 创一番事业 创一番事业 而且马来西亚也是你的家 对啊 对啊 那回来之后就是 租了那个餐饮业 两年就没有办法亏损 亏损就放弃了 好那放弃之后 就踏入了这个房地产行业 放弃之后呢 也是想再做一些小生意 就是听身边的朋友告诉我 做房地产 不错 好像你刚才讲的 能够很快赚到一桶金 是 然后我的父亲 有一天我就跟他谈天 他就告诉了我 因为你知道传统嘛 华人嘛 永远都是鼓励孩子们 不要乱花钱 有存到钱的话 能够买一些房地产 他讲每一个人 会越来越了 对不对 我们的税数 会跟着增长 对 房地产呢 是倒反的 他是会越来越年轻 对不对 当你拥有了一个房地产 几十年过后 房产增值了 是 他更努力的为你工作 你的租金增高了 所以我就听了这句话之后 我就觉得 也套入了这个房地产了 那套入之后 怎么样 那个情况 刚刚套入之后 对这个房地产是充满了信心 嗯 然后 那个时候 我是住在 苏盖龙 如果你们大家知道 苏盖龙 嗯 离这边大概是一个小时半 到两个小时的车程 嗯 可是当时我的公司 是在南曼萨普达的 所以每一天早上都是堵住车 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 然后才到达公司 那个路程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始终我还是想在这个行业 创造一番成就出来 嗯 所以每一天 在我的同事还没有到公司之前 我都会到达公司 嗯 所以每天九点之前 就会到达公司 是 然后就开始做工啊 嗯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负责的地区比较多 嗯 因为我们认为呢 如果你又 你手头上 有更多的产业 出售 那么你的成功率就会更高 嗯 你同意吗 某个程度上同意 对不对 因为你很多 你的房源嘛 不客要这边我也有 这边我也有 对对对 所以当时我就负责在苏海龙也是有一些产业要出售 在达曼顿 在班达奥达玛 在布中 各种各类的的产业 嗯 有工厂啊 工艺啊 森林地啊 芒露 各种各样的 产业 产业都有 结果第一年 非常的努力 嗯 你认为我那年赚了多少钱 如果一个月有三四千的话 一年也有四万多吧 四万多啊 我也是希望有四万多 是 可是不是 不是一个月三四千 是一年才赚五千块 一年五千块 那我就觉得 到底 是我哪里出现的问题 嗯 对不对 做餐饮业也失败 是 进入房地产也失败 可是 从小到大 我们就觉得 诶 老师或者是长辈 实际上告诉我们 你努力 你就能够成功 嗯 可是现在努力的 可是还不是 还是不成功 是 到底是 有可能是我智商问题 还是 开始也是对自己 呃 那个信心开始缺乏了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觉得很负面哦 负面 也是有想过要放弃 嗯 可是有一天我就看 看见了 我的同事 诶 为什么有些同事呢 年纪轻轻 每年的收入 也是好几十万 嗯 难道有些更好的同事呢 每年的收入是超过百万 对 为什么这些人 的收入那么高 而我只是 区区的 五千块 嗯 然后很不服气 就觉得 如果其他人能够做到 我想 我也是能够创造一番奇迹出来 嗯 那你怎么找出答案在哪里 我就开始观察他们 是 肯定如果你要在房地产 成功 一定是要努力的 是 你的距离一定要是比人家好的 嗯 这是每 每个人具备的条件 可是我发现到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 专注在一个 区域里面 嗯 或者是一个领域里面 比如说 我是负责 Bangsa的 嗯 我就是专门做Bangsa的房地产 是 他不像我一样 我到处都是有 是 他们是专注一个地区 我是做Montcara的 我是专注在Montcara 嗯 我是做工厂的 我专注在工厂 嗯 因为现在每一个客户群 他们对中介 好像我们Agent 中介的期望越来越高 是 他们希望能够跟 一些专业人士 去做交易 嗯 而不是跟随便跟一个 普普通通的 any Tom Dick and Harry 都做的交易 是 所以每个人都想跟 specialist 对不对 就好像看医生这样子 就像看医生 对 因为我只是一个 很普通的 中介 所以我不能跟当地的那些 专业的中介比较 是 他们在每个交易都赢了我 嗯 所以我就没有看到成绩 嗯 也没有成交量 是 所以当第二年我就 改变了一些策略 嗯 我觉得不能再做同样东西了 如果继续做同样东西呢 那么我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而且 在2005年 我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出事了 嗯 你知道啦 开销又大 一年赚五千块 是 只是单单要负责那个 透盒那个 车油的钱已经是不够了 所以第二年我觉得 再给我自己一年时间 再加上我老婆 Carol 和家里人 父母亲 亲戚朋友们的支持 OK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嗯 那么我就是 改变了策略 就是我专注在Desa Park City 哦 哦 所以Desa Park City 我是在2006年 就开始踏住的这个地区 嗯 15年前 如果你去Desa Park City 它不是现在的模样 嗯 当时只是有一两个的 面团 completed 那个湖也没有好 是 Waterfront也还没有好 嗯 所以我就看到 这个地方不错 因为是 Gated and Guarded Community 嗯 而且整个的 大环境 以后会做得很好 是 所以我就开始 专注在这个地区 当你专注在一个地区的时候 所以那些 物主啊 开始会慢慢认识你 嗯 而且你对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房地产的 那个知识 嗯 给慢慢会增加 对 因为你每一天都在做同样东西 嗯 你每一天都在 go deep in you 这个 你的 specialized area 我们这样子比喻啦 就好像国会议员 州议员 对 他会去服务他们那边的选民 对 他也比较了解嘛 这边有问题就会找他 嗯 对啊 我觉得那一个道理是一样的啦 嗯 那你改变了这个策略 马上就看到重效了吗 当然不是马上就看到 成绩 成绩 或者是那个表演开始上 不过第二年 当我专注在这个地区的时候 因为现在啊 你打的广告 也不是分散的 你是专注在一个地区 而且 当你的知名度 越来越好的时候 每个人都认识你的时候 肯定你的成交量 会增加 是 所以第二年我就 从五千块 很开心 看到了一些成果 就变了十几万 哇 不过还不是最好 是 可是能够看到那个 增长 对对对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 你就是刚刚好像我讲的 可以达到百万的这个收入了 大概是 也是要整六七年过后 才能够达到百万的收入 当时就已经是在Cornerstone了吗 在Cornerstone 我是在之前的公司 从2005年到2014年 那2015年就接受Cornerstone 2015年我就开始接受Cornerstone 接受Cornerstone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挑战 肯定是有很多的挑战 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之前是 就是在其他公司嘛 现在你要自己开发自己的公司 就是讲你在每一个部门 你都要熟练 不是只是在销售方面 是 在做财务方面 在财务方面 在财务方面 在训练方面 在训练方面 你都要去联系 那这方面的知识你从什么地方得到 也是从之前的公司 然后也是在从中 一边做 一边做 一边学 也是很好有一班很好的同事 在帮忙Cornerstone成长 那Cornerstone的核心业务是什么 其实我们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专门负责开发商 一所房子 全新的楼盘 全新的楼盘 开发商有了新的发展 我们就会去接这个开发商的项目 第二个部门就是二手的房子 二手的房子就是讲一些 它是本来做的 你的 건�学生 都可以接受了 之内 是一 commen点 就一部分 帮忙 蚂 有点 你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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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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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 感谢观看